时间刚过21点,晚上有说球任务的江忠德便出现在长湾街上。 江忠德是新加坡人,现在在广东电视台工作,在2018俄罗斯世界杯进入半决赛之后,他就频繁出现在北京的演播室里。 这次您准备在北京在这段时间啊? 我把十六强的八场比赛全部解说完了,再回广州,但是14号又上来,上来做第三、第四名,可能还把决赛也解说。 不辛苦,习惯了,我们上一个班是说几百公里到几千公里的,就习惯了。 最近几届那个世界杯都好像没有这样多冷门,我们看到西班牙啦,葡萄牙啦,全部都已经出去了,那怎么办呢?不要再出去了,墙队,再多两个墙队走的话呢,这个世界杯好像没什么看头了。 希望可以今天晚上那个巴西啊,那个比利斯啊,可以进到八强吧。 我们解说了多二十多年的球了,都今年有点确实有点奇怪。 是因为得到的事吗? 可以啊,这个其实换个地方也是差不多,可能我们经常说,球场里面跟球场外面的因素影响很大。 从1984年的时候呢,已经进到这个体育的行业里面。 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是在读书在大学的,但是在大学第二年的时候呢,我就进到一家香港的报社,他们聘请记者,那我去应聘。 啊,他也来了。 丁伟杰这两天有些感冒,工作人员帮他买了些药品。 强消炎的那种,然后我就先给你买了两个。 你给他吃的老鼠药就好了嘛,一了百了了嘛,是不是。 很早就移民到新加坡嘛,那后来他们一大批的香港的同事,就从香港那边过去新加坡,去看我啦。 他知道我那边,早上我不在那边呢,我不在那边呢,ESPN就不会在那边设一个亚洲总部。 他没有亚洲总部的,他们这帮人也不会过去新加坡,都是因为我,哎。 你工作都没有了,下岗了,老师。 啊,那个是在上班的时候,在节目开始的没有啊? 这个是开球,三个小时机。 对啊。 住在酒店,对吗? 哦,这个很好吃,他好可怜啊。 我刚刚就跟朋友吃的对面那个,吃的一个北京烤鸭。 葱油饼,流口水了。 葱油饼。 北京烤鸭。 葱茶葱茶,开工开工。 欢迎大家收看正在直播的零一把,俄罗斯世界杯全部六十四场的高清赛事, 是由多禄、大卡和明主解说的。 一场精彩的球呢,我们不需要太多题外的话, 但是一场球很闷的话呢,这个就是真的要考, 考我们那个解说的那个功夫了。 我们怎么把它包装好,把那个一场很闷的球, 也说出来是很精彩的,很有说服力的, 或者是加进很多不同的元素, 包括背后那些资料啊,对球员的了解啊, 或者是我们化身成为那个球队里面的教练, 我是他,我们会怎么踢。 这样的话呢,可以比较牵动那个球迷那种, 心里头那种动力,希望看球的时候看得过瘾, 不要看看,看得睡着,特别是凌晨两点钟的球, 你看每个人都已经,都想睡过去了, 我们还是很闷的配合的话呢, 真的不行的,绝对不是一个好的解说, 那我们就有这个,有这个责任, 把这个球包装好一点。 江中德与丁伟结,晚上连说两场, 中间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。 吃个面吧,这个面是没有辣椒的。 西红柿? 对,西红柿。 你呢?一起吃啊? 我吃过了。 我吃了晚饭,吃了还蛮饱的。 我等一下,我先吃这个挺好的这个。 我们也是在提款一场球,对不对? 我是出力的,我不懂其他人没有出力, 我就不知道,我是很出力讲求的。 这样的球,你的体能下降? 要,我们用的是分析。 好吃,不辣,千万不要辣。 我从来没吃过这个味道。 但,真的像。 在过去的大概三四年的时间里面, 我基本我的生活的时间都是在香港 跟广州两边跑的。 现在是很讲求互动的一个年代。 我们讲求的时候, 不单只是单向我们去讲给你听, 可以通过一些平台, 他们可以马上把我们一些好 或者是不好的地方指出来。 这个行业里面是没有尽头的, 是一直跟着时代的前进, 去怎么样调整我们的步伐, 去配合整个社会的改变。 你觉得谁会赢? 应该比利时吧。 很多人叫我今天不要穿比利时, 我们穿了两天, 西班牙书球, 穿哪一个队, 哪一个队, 都说, 我说不怕, 我那个命够硬。 你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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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都欢迎大家上去微博, 关注微博视频。 我来自德国的, 8号的原口元气, 比他特别一点一点, 就是保时的阶段, 我觉得很棒的。 日本惨啊, 惨惨惨惨啊, 贪性不知输。 你这个球, 如果正常来说, 你开一个短角球, hold住它, 那你就踢加时咯, 你不用这样输一个反击咯, 你怎么这么笨咯, 你hold住它来, 就开一个短角球咯, 你不用开一个长角球, 接着被古涛奥斯, 拿着, 扔出来快攻, 第一个攻臣, 古涛奥斯, 第二个攻臣, 就是叮叮迪布尼, 叮叮迪布尼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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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叮今天一直交球都不漂亮, 这脚交得漂亮了, 一边, 蒙尼亚, 然后, 看劳卡古骂了, 骂, 查迪里, 后备入太, 做最后英雄, 那这些就是最典型的防反战术来的了, 那如果, 劳卡古想贪功要做, 就一定是行不了的, 是, 他放运都不对, 都是贵恩救抵, 为什么日本不开短角球拖起来呢, 为什么要, 就是, 想贪食不知输呢, 就失败了, 这样就没办法了, 真是, 这个, 当然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了, 两支, 呃, 强的队伍能够, 可以进到那个最后的八成, 肯定是一件好事情, 我们就, 有时候也, 也,也,也,也怕, 每一场比赛都是, 强的球队赢了, 弱的输, 就是没有什么话题, 今天是挺好的, 曾经有很多人都问我, 呃, 你打算, 什么时候退休, 我看人生最大的那个, 收获就是, 能够把工作, 变成自己的兴趣, 这个是很重要, 很重要, 在未来, 在这个行业里面, 怎么样去把它做得更好, 更漂亮, 是很重要, 刚才会作用回时, 再次訂閱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